各位香港人你們好 我是8月11日被爆眼的女孩 我有很多東西想跟大家說 但是以我的身體狀況 只能以錄影認識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 首先我要澄清一件事 我是沒有哥哥的 所有有關我哥哥所發出的言論都是假的 而之前在連登開post的 的確是我妹妹和朋友 如果日後有任何消息 都會經由那兩個帳戶 對公眾發佈的 特首林鄭月娥 對警隊的所謂包容 警務處處還有對下屬的縱容 放任 令香港警隊有一對理應維護法紀 保障市民生命安全的紀律部隊 變成一對以意圖謀殺 殘害 以及虐打香港市民為己任的組織 你們辜負了令香港成為全球最安全 以及穩定社會的抱負 他對港人 我以一名受害者的名義 對香港政府 以後香港警隊予以最強烈的演責 被呼籲警隊 停止對香港市民作出一切的暴力行為 以及緊守你們的職力 嚴正執法 以絕元朗 從荃灣 北角 將軍網等恐襲事件再次發生 我也想借這次機會 去多謝一班知道我受傷後 為我挺身而出的香港人 無論是機場集會還是八一八入行 甚至我知道 在世界各地都有發起相關的生活活動 我也是十分感動 你們為我付出的時間 血汗 連大雨都沒有了你們對我的關心 你們對我的付出 我這一輩子都會銘記於心 亦都會帶著你們給我的力量 堅強面對日後的生活 特別想感謝一班醫護人員 在我受傷的時候 練入禮物被不治的照顧 提供最好的環境 讓我休養 當我可以睜開眼 身體不再懷悔的時候 看回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 靜坐 發聲 生意卡 會不會都會令我動容 你們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是全香港人的無名英雄 當然 還有很多關心我的親人 朋友 很抱歉我不可以一一這樣回復你們 但是你們的心意很清楚 當我康復 我一定會好好補償我們失去了的時間 至於探命方面 希望大家給多點時間我和我家人 我會再約大家 同時都知道很多人想出錢支持我 無論生活費 又或者之後醫療開支 如果我有需要 到時我一定會和大家說 但在這裏我都首先感謝你們 對我的關心 鼓勵我及神話 何老師的右眼 又遠離痛苦 戰勝邪惡的力量 而我都希望我的右眼 可以令香港市民遠離痛苦 戰勝邪惡 我還有最後一個很卑微的願望 就是希望在這場運動裏面 不要再有人受傷 被捕 最後我促請政府正面 以及積極地去回應民間五大訴求 以及承諾獨立票查委員會 以盡力挽救香港市民 對香港政府施政的信心 香港人加油